前几期视频 其实给大家介绍了 2023年第一季度上市的一些X86的小主机 从i7的1265U到N305 这个性能是真的强 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表示 这个性能是不是有点过剩呢 由于是新产品 各种硬件软件都是新的 不少地方需要优化 那么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款 各个方面都相对成熟的产品 ARM的全能小钢炮 那么新款的H68K PRO VR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着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小主机上手第一页 能看到它底面的撕印非常的明显 最早这种撕印是出现在海外版上 如今国内版也统一了火镜 怎么说呢 这种东西就各花入各眼 我觉得总比光秃秃的 留白有来的强度多 这底面依旧是非常规整 留有安装的孔位 方便大家以后去外接支架 正面四个网口 两个千兆 两个2.5G 一个Type-C的接口 支持数据跟PD供电 这次把两个2.5G的网口 从侧面转到了正面 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 最起码插线的时候 看起来更规整了 相信有眼尖的小伙伴 应该已经发现了 这个网口的顺序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需要适配原来的固件 所以日常使用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次的H68K支持了PD供电 而且支持外接硬盘的链接 可以通过官方的转接板来链接标准的SET硬盘 然后我们再通过转接板再给设备供电 这个转接板的构思真的是非常巧妙 但是它的背板相对会稍微小一些 它比较适合一些相对薄一些的SSD 对于一些3.5寸的机械硬盘 或者说太厚的2.5寸的硬盘 其实就没有那么友好了 这样的连接方式 确实是可以解决不能安装硬盘的问题 虽然在测试的这两周 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断流或者掉盘的事 但是这种连接方式 相信肯定会有人会比较担心 它的连接稳定性的问题 我们来看到右边有一个USB2.0的接口 一个USB3.0的接口 一个HDMI2.0的接口 最高支持4K60P的输出 下面则是一个刷进按钮 左边就略显空旷了 移走到两个网口之后 就剩下一个TF卡的插槽了 背面除了两个天线之外 还有多于一个天线预留的开口 这样后期你可以方便更换三天线的网卡 后面还有一个红外线的接口 方便使用安卓系统的时候 来搭配遥控器使用了 整体看起来它的外观 是跟上一台的基本相同的 少了一个USB2.0 少了一个3.5的耳机接口 取掉了DC的电源接口 更改为支持PD供电的Type-C接口 好 我们现在取掉两侧的四颗螺丝 就可以打开它的顶盖 拆掉背板的螺丝 就可以把主板整体分离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主板已经延续了 之前堆叠的设计 由一块主控板加一块核心板组成 我们可以看到升级之后的主板 它的集成度比之前 更加的高了 核心板采用DIMM接口和主板相连 大家可以看到 这颗3568SoC采用了最新的 陶瓷封装的B2的版本 而内存依旧是使用了 藏心存储的闪存颗粒 瑞辛V1的电源管理芯片 加背面的银康的 32G的EMMC存储芯片 接着记得在上一个视频 跟大家说过 主要的核心芯片 已经全部裹闪化 当时还有人留言说 一看到全部裹闪化 就直接放弃了 在这儿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可能的支持国产 因为在芯片领域 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 我们取下主板的两颗散热的铁片 就可以看到 一边是MT7921 WiFi6的无线网卡 另外一边是螃蟹家的8125B 下面是8211的千兆网卡 跟前一代是一致的 极致压缩的主板设计 预留了更多后续升级的空间 这儿就给大家报告料 包括后续升级即将发布的 有带4G跟5G蜂窝模组的H69K 跟少两个千兆网口的H66K 这几个型号都是很好的延续了这一代的主板设计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硬件 RK3568是属于64位的A55架构 主频在2.0G赫兹 之前已经介绍过很多3568的产品 在这儿就不赘述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电信牛 光有猫 都是此类的产品 那么在电视盒子领域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当倍的MAX1 上面使用的是3566 3568会比它稍微强一点 整体的评分在电视盒子的SOC里面 也算是顶流的存在 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参考 它的性能基本上介于 当倍的B3跟B3 Pro之间 想具体了解 可以去看我这期当倍MAX1的视频 由于3568本身是有不俗的解码能力的 支持4K60P的VP9的高清解码 跟H264跟H265的边解码能力 作为电视盒来讲 日常使用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 而这次的H68K出厂的自带了安卓系统 虽然没有谷歌框架 但是我们是可以想办法通过第三方的软件商店 安装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流媒体软件的 整个五一期间 金水一直用它在家里追剧 整体的效果还是相当哇塞的 如果说电视盒子系统算是H68K的意外之喜 那么有了小把道的iStoreOS的适配 那么绝对是这次H68K软实力的又一次的提升 无论是当软路由或者是轻NAS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本次拿到的是4G加32G的版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OpenWrt加密算法的实际表现 AES得分102973分 XX20得分62736分 在跑这两条测试的时候 CPU的使用率在30%左右 Chromemark基准得分28000分 最高功耗在8.9瓦左右 广东电信1000MB加500MB 双线叠加 现在1593MB上传84MB 感觉这次的上传是没有叠加上的 我们使用单线下载 本地SpeedTest下载1141 上传113 单线测试跟多线叠加 都是完全可以跑满技术代官的 那么在这儿 双线叠加会稍微略显一点点吃力 内外网无论是流媒体 或者是下载测试都是毫无压力的 由于我这次拿到的是测试的版本的固件 那么目前WiFi还是不可以驱动的 想要详细了解WiFi性能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我上一期H68K的视频 那么通过硬盘转接板连接硬盘 我们也测试了笔记本硬盘 跟台式机的硬盘 都是可以正常的加载的 SMB的共享速度 也都是可以跑满硬盘的传输带宽 只是大家在连接3.5C机械硬盘的时候 建议使用更大一些的电源 较难化会相对更稳定一些 好 现在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都应该已经对新的H68K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不论是从整体的做工还是从性能 都是这两年非常亮眼的产品 本次厂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 虽然还有一点点的遗憾 但是个人认为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最起码从外观看起来 它更像一个消费级的产品了 那么固件适配的情况也更加的好 也更加的多了 不过目前的问题也比较明显 没有预留内置的硬盘接口 通过Type-C去外接硬盘 总觉得不是那么太牢靠 虽然适配了小宝的固件 但是完成度还不够 目前WiFi是无法驱动的 也希望各位固件大佬 能够提供更好的固件来进行支持 价格方面其实就见仁见智了 期待厂家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供应链 尽早把价格打下来 金水的小店也同步上架 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到店咨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麻烦大家给金水一个三连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的回转发都会是 我不断更新的东西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